其实挺好玩的 昨天我在画地图的时候 其实我对香港有那么一点了解 因为有一段时间长去 但我地理不好 所以对香港 其实我对上海的整个地理也不是很了解 我老公就跟我说 他说我来跟你介绍一下香港豪宅都在哪里 我说哎呀你不用跟我介绍香港豪宅在哪里 我只要看张松桥的房子在哪里 我就知道香港的豪宅在哪里 还用看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张松桥的房子 就是你看啊就从这个地图上看 张松桥绝对是香港之王 绝对是香港 就是张松桥的房子 绝对是比这个李嘉诚所拥有的物业产业要贵很多 这个价值加在一起绝对要贵很多 但首先是说我们不算他那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这种 这个叫什么东西 商业地产吧 商业地产都给卖掉了 他本身自己安家落户的地方 你看看有多少钱 63亿加1.7亿 那个景贤里几乎就是无价 香港人民出钱给他养家 那么当然我们就知道说张松桥背后有一个好友 叫做姚庆 光靠张松桥2007年的时候 他不可能住在香港的紫禁城里 香港的皇宫里 我就觉得那个景贤里就相当于香港的这个故宫 是不是他就住在香港的故宫里面 他就是香港的王 那你就想想看 而且他是靠着香港老百姓供养他的王府 商母是不是 他绝对对就是一个这个在那边呼谋唤语的人 那背后当然靠他张松桥一个人肯定是不行的 那必须得有姚庆 当然必须得有姚庆背后的王岐山 当然必须得有姚庆背后的这个王岐山的这个主人 包括这个曾维啊对吧 还有曾庆红啊这些人啊 商母你说是不是 他们这个布局时间非常长 嗯 好 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那边布局的时间很长 当然他现在是肯定不舍得去舍弃 他那些这么好的这个已经抢下来 从人家手里抢下来的这些产业 这个东西他是肯定不可能舍弃的 因为这些产业是有绝对的独一无二性 是不是 这是绝对的独一无二性 那么但是呢 他在商业地产上面的已经开始乱了 而且老早就乱了 而且给中国共产党做了很多的烟雾蛋 在那边做了很多的烟雾蛋 那么不管他烟雾蛋也好 什么也好 我们帮他算了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发现的 他在香港一共有多少钱呢 245亿啊 是我们看到的 就有245亿加一幢无价之宝的锦弦礼 所以这个有心人可以去找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习总书记 你这个搞不定伦敦我们可以理解 你居然搞不定香港 那你就太弱了 简直就弱爆了 就是张国是不是 你怎么没有办法在香港收拾这小的 给人说爆了你 这样让习总书记情何以堪呢 情何以堪啊 对吧 这锦弦礼怎么也应该是习总书记家的 怎么能是 怎么能是小的呢 也真的像皇宫一样 按道流啊 这个东西只能说是 这个习皇帝住在那里面 怎么这样让你应该什么 像重庆什么李嘉诚 就可以 就可以确战揪槽 而且还是共产党买单 共产党的港 香港政府买单 哇 这个我是觉得这个习总亏大了 这个咱这个 这个香港的文字 虽然繁体字 但是我是觉得习总 这肯定是 这又不是英文啊 亏大了 嗯 没错 这样的房子 至少也应该是习亲王住的 怎么能弄个姚亲王住在里面 干掉他 好 那么我们讲到人啊 我们讲到人 他们这些房子绝对不是说就放在那边看看的 然后呢 也不是说真的在里面这个开开舞会啊 喝喝茶 聊聊天啊 讨论讨论这个人生思想啊 哲学 对吧 他们这些房子 首先他要 这个摆派头 这个排场 对不对 就跟两个骗子一样的 说郭先生要到华盛顿去买一张大房子 要在里面请客吃饭 搞关系一样 那么这个其实是这个共产党的常 就是正常逻辑 他这个房子一定要拒人 那么拒了些什么人呢 我们也把这个拒在里面的人 跟大家聊聊 好 这个拒在里面的呢 首先我为什么把这个 这位漂亮的这个蒋梅女士 和这个许家印放在一起呢 因为据说这个 不是据说啊 这个蒋梅女士呢 是她的这个先生呢 叫曾维 那曾维是谁呢 曾维是这个曾庆红的儿子 那蒋梅呢 是这个这个曾庆红的这个儿媳妇 那为什么会跟这个许家印放在一起呢 你认为我是不是放错了 你是不是又讲王明跟那个什么 国母做故事了 你是不是这个板本弄错了 板本弄错了 好 那这个呢 据说呢 他们都是那边豪宅的常客 那么呃 常客也就是说 也不一定 这个曾维也很忙 对吧 曾维呢 有她的这个心头好 叫高圆圆 那么这个蒋梅呢 这也不可能每一次出席 都一定是和她的这个曾维在一起 那有时候呢 据说她就会碰到这个 许家印 那许家印这个人呢 也是那边的常客 那你看到许家印那么欢快的朝蒋梅跑过去 嗯 嗯 对哦 好嗨哦 好嗨哦 对 那她就这样跑过去 那么她 这个许家印呢 一般看到明星呢 都有这样跑过去的这种样子 你知道吗 都都很高兴的这样跑过去 那么 而且呢 据说这个许家印这个人的酒品非常好 非常的不好 不好 不好 然后呢 喝多的时候呢 她就搞不清楚 哎呀 哪个是她的冰冰 哪个是曾维的蒋梅了 你知道吗 然后据说 有一次在这个酒局上面 她居然要对蒋梅动手动脚 居然要对蒋梅动手动脚 你知道吗 那然后蒋梅就说 蒋梅我来了 然后 蒋梅就一巴掌拍过去 说 你以为我是你家冰冰啊 我跟你说 这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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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许家印的这种动作 其实我跟你说 是一种心态的表现 虽然我相信蒋梅跟她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 但这是一种心态的表现 什么心态 她内心里也看不起你曾维 她也看不起你曾维 你曾维的老婆有什么了不起的 跟我家的冰冰其实是一样的 对不对 山谷 许家印心里还想 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你比我强的就是你爸是曾庆红了 对吧 我爸是曾庆红 我比你又多了 比方说蒋梅了 什么蒋梅我都拿下 对啊 那你又可想的是 许家印可是彭这个张松桥的臭脚的 那你又想到这个张松桥心里可又看得起你啊 看得起你曾维 看得起你蒋梅 是不是 人家可是香港的王啊 你不要搞错 人家是香港的王 好不好 住在香港的王府里面的 是不是香港绝对的紫禁城这个故宫里面的人 你认为他就一定看得起你吗 是不是 此一时彼一时录 好 那么我们讲到这里啊 讲到了 菲菲 按道这个景弦里不是说是那个王 对 王同学要的东西吗 王同学应该这个躺在皇宫里 然后大王腿翘 然后那个灰指甲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摸一摸 然后讲讲那个伤养武术啊 这个他要讲完了之后才能轮到这些人 他都没有没有这方面的故事 好 那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刚刚讲到了这个里面的两位常客 这个里面的常客 好 那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是曾庆红的儿子叫做曾伟 那么当然和他的太太一样 是这一个这些豪宅的这个常客 那据说呢 那除了曾伟以外呢 这个曾庆红本人呢 好像并不是这里的常客 但是曾庆红的这个弟弟呢 是叫什么曾庆怀呢 也是此处的常客 那么另外呢 右边的这位女士呢 叫做这个李小玲 哎 我觉得非常习惯 李小玲这个最有名的一句话 就是说 他不是借着他爸爸的名头 他是靠自己的努力闯出来 李小玲牛的不得了 这个能力宇宙无限大了 这个李小玲的能力赶上宇宙雕了 这个牛皮吹了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说 其实上面你看这两张照片 为什么会把这两张照片 放在一起对比呢 我们从细节上发现 这个曾伟他是个男的 但是呢 你想想看 我们只有这样一张 模模糊糊的照片 是不是 你可想而知 这个曾伟有被保护的多好 李小玲是个女的 坦白讲 这个李鹏我们也是认识的 对吧 也是这个赫赫有名的 那我们我们普通人觉得 好像李鹏应该比这个曾庆红牛啊 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因为一直听到李鹏 很少听到曾庆红 当然我也听到过 那问题是说 李鹏的女儿居然是这样 可以被人家大名大板 你 obliged to go to 你一定要讲的还行 但是呢你 你是不是什么东西都拿来跟老大比 那当然随意都看着还行了 你一次你看到你觉得挺帅的对吧 我没看到这张照片 那我不知道 这个好像是你搜不到怎么回的照片 主要是怪李小林的爸爸不争气 活的不够长 哎呀一切都是靠爹啊对吧 这个拼爹是很重要的 好那么就是说呢 这个李小林的这个男朋友呢 叫李亮 是黎明的黎光亮的亮 叫李亮 大家可以去找找 那我不知道何不回事放出来 所以在此呢就没有放出来 但是呢看上去是一位还不错的 这个年纪并不是很大的一位男性 那么还OK吧 就这样这个我也不知道 多的有什么可以说的 这李亮我跟他有无怨无仇的对吧 不在此赘述 那我们接下去再看看啊 再看看啊 常客来了 这个是一段 这个是一段非常这个有这个风月色彩的这个这个这个传闻 张子怡的泼墨门你可可听说过 张子怡的什么 泼墨门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哎呀你们真的是 这一点都不 那张子怡的泼墨门那是真的 我们这门课没有你学的好 你给我们讲一讲 哈哈哈哈 OK张子怡不是你记得他那个后来是有有一段时间有一个外国老外那个男朋友叫Vivi的实在老 这个人后面就有了这个泼墨门 泼墨门以后才有了这个所谓的就是现在的老公高峰的 那其中呢就是就是张子怡 汪峰汪峰 那么他对就是这个泼墨门的事情 那对这个是他在这个小宁波之前的男朋友叫Vivi还拍到过这个全裸的照片 就是他们俩在海滩上玩的那个全裸的照片 这个网上都有的 就大概可以去搜一下听到玩的 然后呢这个这个小宁波呢是当中的一段插曲 那么小宁波呢是在就是张子怡回到中国去呢 就是通过这个叶家的一个一个四一泰 然后在那个北京认识的 那么据说呢这个小宁波呢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美丽的张子怡女士 那你看小宁波就这个样子 对吧 然后就爱上了这美丽的张子怡女士 那居然为张子怡女士一致两亿人民币 两亿人民币的珠宝 然后两亿人民币的珠宝买下去以后小宁波的太太不干了 你知道吗 小宁波是靠老婆起家的 然后她老婆不干了 然后开始吵 吵了以后呢就变成说当中的街少人也就是叶家的四一泰呢 就开始慌火了就来了这个所谓的泼沫们 懂了吧 那据说呢这个小宁波呢也是这套房子的常客 常客 这个小宁波呢曾经呢就是是好像是2003年的时候是收购上海笑一顿 然后一下子名声大噪 然后后来还什么买断了杭州高速的什么使用权 我记得是2005年的时候好像是开始给人家就是出了事情以后又就开始到香港去 她是个普通的人靠这个票据房地产起家靠老婆起家 当然因为她靠老婆起家给张子怡买了两亿的珠宝 老婆不高兴就直接给她干了 当然把张子怡一起干了 然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然后她现在应该我不知道她现在到底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据说呢她也是这套豪宅的这个常客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豪宅的常客里面都介绍清楚了 那么问题是说呢我们看上去啊 就我们怎么看这些豪宅的常客呢 都不像是世生产之人 你看他们这个看上去就是手不能骑肩不能扛 也没什么脑子的人 为什么这样一群猪头猪脑 要么就是非常漂亮的女明星 女明星你这个也不能靠他们去给你搞房地产 给你给你给你这个做生意 给你一笔一笔去算账 那肯定不行嘛对不对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身材 知道才能保证这些人光鲜亮丽奢华 奢靡毫无节制的生活 那靠什么来保证 张姆 靠偷呗 你说的对了 那都是一群贼 对了你说的对了 他们怎么偷 有一个重要的手段 叫做票据 我们刚刚就讲了 这个小宁波就是靠票据来偷的 是不是 你看看啊 刚刚我们讲了张松桥在香港的这个产业 有多少钱啊 就光几处房产就是上百亿的港币啊 上百亿的港币是不是 出发本出发本出发本出发 的与风至小宁 alloc Kumar